好的,我们现在讲这个 神性情讲道法 用经文示范 怎样用这个方法 首先我解释一下 这个内容 这个大纲 这个大纲 我的意思是 不是说每一次你讲到的大纲都是这样 就是 我们尽量包括 这些内容 尤其是我们 我画了的部分 这个解释圣经 神的属性和恩典 为什么 其实我用这个名字 神属性讲道法 也用神性情讲道法 因为有些人不太明白属性 属性跟性情 其实属性包括更广 这是说所有神的 神的性情 他的本质 他是怎样的神 有什么能力 什么智慧 什么恩典 性情 每一方面都包括在属性里面 所以以前我叫这个做 神属性讲道法 但后来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不明白属性 所以我就用神性情讲道法 两个名字都可以的 好了 这个内容首先有解释圣经 就是说 解释这个经文的内容 例如我用一个主题 表达 这句主题是爱人如己 然后这个经文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 爱人如己 是爱人 这个经文就是爱人如己 爱人就好像爱自己的程度 然后我会说人的反面和正面例子和原因 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让我们看到 因为当我们讲爱人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就以为 就以为我们有爱心 很多基督徒就说 我有爱心啊 我对人很好啊 但当我们形容出来 人的反面例子的时候 他们都会发觉 其实每个人都有缺乏爱心的时候 例如最容易看到我们有爱心 是与家园交往 你与家园交往的时候 需不需有爱心 关心 有些人我们看重 我们更有爱心 但有些人我们已经不能接受 就好像就随意的说话 批评 批评他们 让他们觉得不被爱 这个就是我们有些反面的例子 在教堂里面 有些人也说被人伤害 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属灵 他见到人就说 你要悔改 你要祷告 你要见见神 但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批评 说你做得不够好 令人觉得被压迫 这样的话 其实不是表达爱 而是表达有种压力 要改变人 爱是这样的 你是很宝贵 神在你生命有奇妙计划 神要提升你 当你尊重神 更重神 神就提升你了 当你爱神 神就使用你了 是有恩典推动人去尊重 不但去告诉人去尊重 也不但去告诉人 没有做好的地方 然后神的属性和恩典 属性是什么 这是他的本性 他本来是怎么样 他就是充满爱 这个是属性 恩典是上面的 他爱每个人 也赐爱人的心给人 他感动人去爱 当人爱人的时候 他就赏赐 和赐更多的爱心 神就是 他会帮助我们去爱人 他改变我们的生命 推动我们去爱人 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然后第四 提醒和警告 没有爱心的 就是住在死中 让人看到 基督徒没有爱的话 是在死中 是严重的 然后实际上 如何 怎样去爱人呢 首先 很多时候我会讲 处理 这个负面的力量 爱人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冷漠 对人没有爱心 伤害人的心 所以第一 处理这种 对人没有爱心的心 对人的冷漠 为什么人对人冷漠呢 有些时候就是 不看重人 不接受人 被人伤害 有些怕人 不同的原因 不愿意付出代价 因为怕人拒绝 不同的原因 结果我们需要处理 就是说我需要 我需要克服 这些拦阻 为什么我不会去爱人呢 然后亲近神 能够有爱人的心 一定是亲近神有力量 然后无印神的感动 神感动我们去爱人 我们就 感谢神感动我去爱人 然后怎样为人爱人 怎样去爱人呢 为人祷告 爱人的生命 看重他的生命 爱心的言语 爱心的行动 也欣赏人 帮助人 建立人 这是 每一方面都建立 而且 接纳人 接纳人 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想到的 所以 当我们预备 讲道的时候 需要去反思 我有没有爱人呢 我爱人的时候 是怎样爱的 有什么方法 我有用什么方法 想到自己的方法 就讲出来 例如我 我会这样的 我体恤人的困难 这也是爱 我知道人学习有困难的 我有这个怜悯的心 我就很想帮助人 能够有爱心 能够帮助 去帮助他 提升他的生命 这个就是爱 所以我就会 讲道的时候 会讲 你看到人的时候 你就体恤他 有他的困难 有些人见到人的困难 是怎么样了 就不接受他 不喜欢他 但我们看到人的困难 如果是用神的方法 就怜悯了 人有困难的 我就不去侵看他 我去想 神的方法 怎样可以帮助他 每一个人需要不同的策略 所以如果讲 如何爱人的话 可以很多方面去讲的 最重要是实际 人能够应用出来 好了 我再说一次 每一个部分都是向同一个方向 这一点很重要 圣经是解释这个经文 关于这个主题 然后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去讲到有人活出神这个心情 和没有活出这个心情的后果 这个可以是引言 例如说爱人的时候 我们就说有些人 就是以为自己很爱人 但有些人会告诉他 其实你说的话令我的心很伤心 令我觉得被批判 这个就是让他知道 我们以为爱人 你以为你对你的配偶很好 但如果你让你的配偶说话 你的配偶可能说 你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配偶说的话是错的 你比配偶更有聪明 更有聪明智慧 这些都是没有爱心的 这个就是 这些例子让人看到 是的 我们需要反省自己的生命 我里面有罪没有爱人 然后神的属性和恩典 是关于爱人这方面 有些人讲到神的恩典 就讲很多了 神拯救世人 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很多方面 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赐 这些与这个主题没有关系 不要讲 这个主题是关于爱人的 是讲到神怎样改变我们 但我们信耶稣有没有发觉 很快就关心人 能不能够去天堂 很快就会有圣灵的提醒 有没有善待人 有没有饶恕人 你们有没有这种意念在里面 信了耶稣之后 就开始 我在家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思想 我怎样对我的后母 我就思想 我怎样去改变 就是圣灵提醒我 我感谢神 这是神的恩典 祂改变我 给我动力 有机会 聪明 怎样用游和的方法 呼应祂 当我在教堂见到人的时候 我起初去教堂 我也关心他们 到底他们是不是清楚得救了 他们是不是清楚与神的关系 我就问他们 我 我去 起初去教堂几个月 我就开始想了 他们是不是都清楚得救 因为我跟他们沟通 我留意那些没有 很多说话的人 然后我与他们沟通 我问他们 你是不是很肯定有神 你是不是肯定与神的关系 我很惊奇 他们有些人回答 我不肯定 我就开始关心他们了 与他们沟通 我提早去到教堂 与他们沟通 然后 聚会完了 我不会马上离开 我就跟他们沟通 陪他们回家 然后才回家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动力 我感谢神 我就回应神 那里面会不会有这种心 这是神给你的 这是神的恩典 神喜悦我们去祝福人 神也给我们这种动力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提醒和警告 没有爱人 活在罪中 活在死中 其实有些人说 他们最大的伤害 从哪里来的 从基督徒来的 有些人甚至说 我最大的伤害 是从传导人来的 因为传导人说一些 非常强烈的批评的话 或者是不接受他 所以他觉得很大的伤害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提醒的 这个就是 我们提醒的时候 就说出人 怎样 实际上有些是罪 然后如何 实际上 整个人有爱心 所以每一个部分 都与这个主题有关 然后最后去挑战和祷告 带人去 我们能不能够今天开始 关心周围的人 为他们祷告 爱他们 怜悯他们 这样的话 人听到 马上感受到 神的怜悯 神的爱 然后我们爱人的重要性 我们就会反思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有爱心 我们可不可以开始改变 我们也可以请教人们 可不可以对你周围的人说一些 欣赏的话 关心他的话 接纳他的话 让他马上超练 实行这个爱心 这个就是 这个 讲道法的 内容 我讲那时候 未必去跟这个继续 但我里面总会 很重要 讲到 实际上 人没有真宠 有真宠的情况是怎么样 神在这方面 对我们的帮助 恩典 然后 有些提醒 就是没有爱心的话 很严重了 然后如何 最重要 两个部分 神的属性和恩典 和如何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我们也需要提醒人 这个 后果 好了 在每一片道 都保持同一个 清晰 主题的方向 这是不要 讲离题的 部分 离开这个主题 如果我们讲 神接纳 罪人的爱 人的反面 利己 就是说 人犯了罪 觉得神不能饶恕他 我们现在 这个主题是 神接纳 我们要留意一点 神接纳 罪人 跟我们接纳 罪人 是两回事 所以这个道 到底是讲 神接纳罪人 还是讲 人接纳罪人 有些时候 可以两方面都讲的 但我们需要 清晰明白 我自己是讲什么 如果是讲 神接纳罪人的爱 我们就反面 立即是说 神已经接纳我们 但很多时候 我们里面 很多控告 很多连钱 所犯的罪 我们还是在 自责 还是说 我以前 不应该这样做 我以前犯了这个罪 我自己也有的 但我不是在 在这个内疚里面 而且我说 好了 以后我要小心 不要 有 在 犯这个罪 但我不需要内疚 所以我 我里面 我发觉 我也会想到 以前的罪 你们有没有 有些时候想到 以前犯的罪 会的 但有些人就说 哎呀 哎呀 我不应该 哎呀 我犯这个罪 耶稣 有没有 赏免我 就是你赏免我 这些总演都 不肯定神赏免 但我们真心 悔改神 真的赏免 最重要的是 那以后 我们怎样 不拒伤害人 好了 讲神的恩典的时候 讲到神怎样 接纳 赏免 为罪悔改人 有人犯罪 悔改 神就把他 像接纳的 我用一个比喻 圣经里面 有说的 就是 人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必要 必要赏免我们的罪 我用一个比喻 你开灯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次 你开灯 如果这个灯没有坏 会不会你开灯的时候 这个灯说 我今天没有心情啊 我今天不开了 会不会的 不会的 每一次 如果没有坏的话 都必定开灯 神也是跟踪他的 他的应许 他的话语 他说 你认自己的罪 你真心认罪 为罪 要伤痛悔 神必定赦免 每次都必定赦免 所以我们就肯定了 不要惧怕 这是神 很多时候 给我不同的方法 去讲出这一点 这个灯 会不会有一天说 我不开呢 神也不会有一天说 我今天不饶恕你 因为你的罪太大了 神不会这样 你真心说 神啊 我得罪你 我真的有罪 神就很愿意 乐意赦免我们 好了 讲警告的时候 不悔改 不相信神设罪的后果 痛苦 痛苦 无力 就是说 犯罪的时候 不悔改 或者是 悔改了 不相信神设罪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我犯了这个罪 我要归下来 三天三日 我要归下来 痛哭流泪 有些人以为 痛哭流泪 神才胜人 痛哭流泪 没有问题 但不要以为 你痛哭 神才胜人 因为这是 用自己的方法 我痛哭 就是代表 我真悔改 你痛哭很好 但不要以为 你要痛哭 有些 其实不是痛哭 他因为看到 每个都哭 他就 啊 啊 神啊 神没我 啊 就是撞出来 这个 就是 神不需看这个 好了 如何处理的时候 都是讲到 如何处理这个内疚 怎样处理这个内疚 怎样信神的设罪 怎样谣述自己 这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例如有些人 其实我们能够讲到一些例子 是很有帮助的 啊 与这个有关的是有帮助 用一个例子 有不同人告诉我 他的亲人死了 他有照顾这个亲人 但他死了之后 他还是说 啊 我以前照顾他不够 不够好 不够多 所以他就快快死掉 我真的后悔 你没有认识人 有这个情况 或者是你自己 你的某一个家人 他死了 你才说 啊 他以前 因为我对他不好 我不愿意善待他 所以我没有善待他 这个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不能改变 但神说 所有的罪 无论怎样严重的程度 赦免当我们真心悔改 我们用一些实际的例子 人会更感受到这个帮助 这个就是 啊 讲道的时候 实际上用的 用的 有些人讲圣经 就是讲圣经 讲完 好像语言没有关系 讲完了 人没有改变 为什么呢 不能应用出来 讲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